尊敬的推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推特达到14万推特网友关注的感谢视频 这个从录完13万到14万 才几个小时就达到了这个 可能也是一个奇迹的这个数字 文贵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几个小时内呢 我看了一些刚刚这个录制的一些新的一些有关文贵的这爆料的视频 特别是我看了这个我公司高管啊 吕涛、杨英啊 这个还有这个他们录制的一个以我女员工啊 为名的所谓的强奸视频啊 这看着我特别的这哭笑不得 但我看到吕涛和杨英的时候吧 我知道他俩在为啥说 杨英在哭我都知道在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会看啊 这个里头摇着脖子啊 这个在那会儿说啊 这有智慧有魄力啊 这个有情商啊 我哭笑不得 因为我好久三年都没见他们了 看着他们戴着那个穿着号服啊 还放在了一个背后有那个假的那个绿植的一个背景里 跟他们录下啊 这个很有意思 事实上他们在录的时候这个我是知道的 因为有人跟我透露这个情况 而且找了谢洪林啊 还找了马成 还找了其他几个人 这个都是有条件的啊 你如果是按照我们说啊 我们会给你酌情减轻啊 包括呢 也可以给你弄几个小菜吃一吃啊 如果你不按照我们意思说呢 你可能会加重啊 这个这就可能不会跟你算为立功了 这可能是立功 另外一个呢 就对你的家人会不利啊 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说只能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录的视频呢 我能看出来 这个李涛和杨英 还是用了我们盘古的智慧 给我传达了很多的信息啊 非常的感谢 这些录制视频的这些小伙子呢 还有那个女配音的小孩们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你们也算枪林弹雨了 能冲进到大连看守所 去采访完全一个没有名字的 被高级这个保护起来的 这么在压的犯人 还让他们都那个样子 那也是不简单了啊 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刚刚发出来这个 郭文贵女员工强奸的视频 我觉得太好笑了 因为最近的很多我的这个 员工都给我说 有专业主找他们 说这个你要配合我们录这些东西 这个其中一条 就是说你要说你真实的姓名 然后说出了你在公司 是什么时候认职的 然后阐述和郭文贵的事情 然后我们会给你解决 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特别是说 如果你不配合 我看了你的手机 你外边有男人啊 有男情人 然后我会告诉你老公 就是这种办法威胁 很多员工呢 跟我说的时候都吓得半死啊 因为确实有的已经结婚了 而且他们让他这样说 说我要配合他们录了呢 那我也完了 我配合他们录呢 他们就这样威胁我 所以说你看我真是哭笑不得 你说这些事情 对我抱你的料有什么影响了 我都已经决定走这一步了 怎么能在乎你去放这些事情 你越这样放你给我做广告嘛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视频 特别感兴趣强奸男女关系这种话题 这样的话关注量会多少 我估计啊 在录这几个视频下去 我一天的关注量会打两万 甚至三万都是有可能的 在你们斗国贼们 这些小伙伴们啊 这个捣乱的情况下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 你们背后的老板们 你们把招使劲用啊 你看你能用都用完以后 我说了你的六招 我在你们系统里那么多年 我还不知道你能用什么吗 是不是 先把家人给抓了 绑架 然后把私产权 资产账号前路全给断了 然后呢 再把你的朋友给断了 社会关系断了 然后再把你的名声给毁了 是吧 然后再发红通 最后一招暗杀 所以说你这几招你都使劲用 包括你们最近来的华盛顿 借以这样那样的为名 要跟美国人说 我是根本跟政治没关系 属于经济犯罪 经济犯罪 你告诉他我是形式犯罪 这不就完了吗 在一年以前 博讯和胡舒立夫都配合你们 做出了郭文贵杀人了 杀的还是日本人 我跟日本人友好的呢 说实话 我最喜欢吃日本餐了 而且我在日本有投资 还杀日本人 我经常去日本 你不是回我吗 但是呢这个形式最很显然 这个造假太假了 在我爆料以后没形成 现在就开始回到第五招 第五招使劲的造谣 使劲的造谣 这有什么意义呢 关键是问题 你们代表着一个国家呀 你这所作所为 会代表着14亿人民啊 你们这所作所为代表14亿人民的素质和水平 代表着国家机器 这真的让人太难以接受了 这我真是哭要不得了 这个人家美国有个斯诺登 这个人家美国是怎么做的呀 美国的国家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国家和国家的素质 和国家和国家的 一个国家机器的 一个真正的正义和邪格 就可以分得出来了 所以我说你们是盗国贼吗 盗国贼吗 如果说这个国家机器 让你们这样运作的话 那下一个郭文贵 或14亿人 得有多少个人得向国贵这么着运 而且中国的老板 哪一个抓起来以后 都变成了通奸商 在过去的五年 我们的九千万个党员 变成了通奸党 后来在所有党员抗议的情况下 在这些党员的家人抗议的情况下 不再用通奸党了 现在又变成了我们通奸商了 请问一下 咱们政法委和纪委的领导 我认识那么多人 谁敢拍出胸脯说 你们赞成这样的观点 包括你们有没有经常去医院 打起还需自身硬 打起还需自身硬这个词 朗朗上口啊 朗朗上 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 现在是看了这个顶时到了 因为我是封顶了 因为我现在打起 是自己真的硬不起来了 你们干啥我太清楚了 当你们一出来打起还自身硬的时候 我就想笑 说实在话 有些老干部有些官员 特别我揭发这些官员 你全身除了手指头硬 你哪都不硬 你哪都不硬 这个你们都开的玩笑太大了都 而且中国那么多小姐 那么多积院 北京公开的说 有30万 从事 这个黄色 这个事业的 这些女孩们 都是为谁服务的呀 是为那些清洁工吗 是为那些民工吗 是为那些 到北京 这个维权的人吗 当然不是了 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我们的官员嘛 特别这些盗国者嘛 而且这9000万党员 绝大多数都是好人 如果真人不是好人 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到今天 悲剧在于 你们欺骗了14亿人民 欺骗了9000万党员 然后你们还为了掩盖 你们的丑行和罪恶 然后搞了什么叫网络控制 意识形态控制 然后媒体控制 然后进入到国际特企刑警组织 当主席 就是会吓唬所有人 别跑 跑我也能把你抓回来 在国外说事 我也能把你弄死 也能把你抓回来 然后现在跑了 这个华盛顿来 美国来 然后又许给美国政府 这样那样的交易 说实在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文贵能到今天 哪能想那么简单呢 你能想那么简单吗 我现在可真没开始呢 我当然不喜欢很多网友 现在说 哎快爆料 快爆料 这种低级庸俗的 对我送用我 你根本不知道 爆料这个本身的意义 不是我个人划众虚宠 这个爆料的速度 是跟我的计划 和对贪官 这个真正的达到惩罚的目的 这是有绝对关系的 不能过一份的咱这法 划众虚宠 咱这法送用我 这是既害我 也害掉了我们真正的 这个正确的理想 和对国家的 这个推动依法治国的 这个目的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我现在是搂着呢 我没开始 真没开始 你们太清楚了 有些官员 你们的老婆 都干了什么事情 包括傅春华先生 你的妻子 你跟她离婚 你为了生职 你跟她离婚了 离婚以后 李京女士 当时在国际俱乐部 旁边写字楼 还做了那么多 这个影视这个制品 还交了那么多 影视界的朋友 你也不要忘了 你管辖的范围内 北京多少个南纪院 就是俗称的鸭子 都服务谁了 包括某些领导 我就不想跟你说别的 你没有生育能力 不等于没有 这个虐待别人的能力 我不想这么做 我想还给大家都留一个 最起码留个底部吧 而且我不想牵扯到家人 我也不想去牵扯任何 跟这无关的人 特别是你们 你们这个玩弄的那些明星 哪一个是同意的呀 人家笑脸相迎 人家有折磨 其中一个女孩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 在某个 就是在市政府对面 那个公寓里边 还有北京饭店里边 人家那个女孩 跟你说什么话 人家说的很真实 给你的笑 我就当成了演戏了 当时你还震怒 你像我说的话 你应该是明白了 给你的笑 就是演戏了 最后这个女孩 人家走了 你说这样的视频 我出来 首先把这个无辜的女孩 给毁了 而且这个播放视频 确实存在法力问题 但是你们老这么下去 文贵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也只能是想办法 从其他渠道 放给你们看了 而且大家很清楚 是我手里有的东西 可不是郭文贵一个人有的 你们非常清楚 那是你们体制内的 多个官员留下的 后手 政治斗争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 我郭文贵推动的 意法治国呢 因为你们今天所作所为 大家都会去模仿 这就为什么现在是假食品 假医疗 假政治 假教育 这什么都假 因为你们说假话 大家都去模仿 同样的这个爆料的是你一样 因为你们现在在全国面前说假话 你说假话 大家都知道 千万别小看了中国的14亿人民的智商和的智慧 大家是很明白的 那我文贵现在希望呢 不要把这事情弄到 真的是祸害那么多无辜的人 我也不想把它弄成一个好像三级片似的啊 这个太无聊了 但是你们要继续这么做呢 我也没办法 我特别的希望你们多一点行动 因为你们的行动 你们的恐惧会留下所有的痕迹 也是我未来我们在法庭上的证据 我听说这个北京刚刚开会 要在美国想尽一切办法 多多的起诉我 这个太好吧 咱们应该都在法庭上见 在美国的法庭上见 你们举证 你没有 我举证 我说你有 咱拿证据说话 美国的法庭是不听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说话的 不能作为证据的 我们拿实证说 请多多的起诉我 到法庭上去见 这是一个让大家都能看到真相 也能让大家真正的了解事实的一个非常好的 而且少点危害 第三方和第三方这个善良的人的这个很好的手段 我拭目以待呢 你们在华盛顿 你们能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我等待着你们一次一次的出手 我等待着你们一次一次的对文贵的攻击 这对文贵来讲 这实在是 我每分钟都过得很兴奋 这个过去做生意也是我惊天动地的 赚钱很难 现在一走上这条路以后 我真的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在镜头面前 什么都愿意做呢 我现在也上瘾了 因为我发现这个经过爆料以后 这么多人关注我呀 然后还有对手 这是实战 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战争 没用媒体做攻击的战争 不压于整个的实战火战的这种刺激 很有意思 我过去坐在我的游艇上 我的游艇是非常好的 网友可以查一查 叫Lady May Francie 最好的 我坐在游艇上 逛着麦哈顿 在这个巴哈马运河 然后呢 在这个欧洲 整个冀中海 我老是想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 有时候我坐在我大斯文飞机上 空中跑来跑去的 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吗 怎么就没有原来那种兴奋了呢 但是最近这几天 我突然间 这个感觉找回来了 特别是看到你们 录的邪性视频 还有马迪副长的视频 或者员工的视频 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其他 特别我要再说一下 你们说的文贵那个三邪的视频 如果按照你们那个逻辑 提到的11个人 提到的11个人 我上次说过的 那咱们的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 邓小平先生 包括习主席的父亲 习仲勋 哪个家人不是被这个组织 被这个党 被这些坏人给害得 妻离子善 家货人亡了 要按照这么说 那他们都成为邪神了 那我这是个邪性 太简单了 所以说你们这个 所谓邪性富豪 郭文贵播出以后啊 党内很多人是看不下去的 是看不下去的 这个你们这个办法太愚蠢了 包括这个郭文贵强奸女员工 强奸女员工 女员工可以去到公检法去报案呐 去报案呐 你们不是有公检法吗 而且这女员工完全得这样说话呀 那你让一些穿着囚服的人 和失去自由的人 在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和中纪委 在威胁情况下让人录视频 这你们不是邪吗 你们是邪神呐 这些招未来 不但像郭巨洋 运营到党内的这些同胞身上 和这些官员身上 我相信 未来也会发生在你们的子女的身上 这更加的坚定了我 要把这个爆料的这个事业 要走下去 这就为什么 我感觉到特别的刺激 因为我知道 我的行为将救下很多人 而且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 推动中国依法治国的 其中一个小小的一部分 我感谢你们给我的武器 我感谢你们 我的这些盗国贼们 你们给我的力量 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是有使命的 因为如果一个郭文贵说爆料 你不搭理我 你说我还有14万能推我的关注吗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 我真想 我真有可能 我这个推特关注能达到140万 甚至1400万 我过去都没想过这个事 现在我有一个兴奋点了 我真的很在乎 因为我觉得 我的这个声音啊 越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甚至批评和辱骂 最后就有动力 因为让文贵会活得更有价值 活得更加的兴奋 我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物质生活 能打动我了 什么飞机啊 游艇啊 是吧 豪宅啊 豪庄啊 豪酒啊 都已经不能影响我的生活了 但是现在我找到了我真的生命的价值 就是正义 寻找属于我们这些草根们 穷人的正义 寻找这些为国家经济建设了几十年 这个寒心如苦啊 全身世病的这些私人企业 企业家们的正义 他们的尊严 我们的尊严 我一定会找到的 谢谢你们 谢谢所有道德者们 你们的愚蠢的行动 谢谢所有的退友们对我的关注 咱们下一个不知道在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 在15万 达到15万数的感谢视频见 谢谢大家